对 我每次客人上下车都要消毒 以备靠枕脚踏垫里里外外仔细消毒 小细节不马虎 三级警戒延长到7月26号 但有条件松绑部分管制 允许9人以下旅游团出团 旅游业者蓄势待发 规划里面我们的私道 这边的话主要都会每周会有一个核酸检测 以不病团的方式来做规划 那也因为防疫的考量 也希望民众不要跟陌生的旅客一起合车 所以会有这样子的推出 然后并且是两个人就可以承行 两人就成团加强落实倾销 要让乘客放心气疼 目前一日游行程 先已车程两小时内的景点是水温 但就有民众提出质疑 国旅松绑却不能自由行 又抵触室内无人规定 更担心这国旅团的司机打过疫苗了吗 有一个问题就是 中间我们阳性确诊者 其实是我们所不晓得的 这些阳性确诊者 可能是来自于团队的成员 或甚至司机 或是说在整个出游过程中 被染疫的一个风险 我们认为如果要让消费者 能够更放心的旅游 应该也要让我们这些 带雇驾驶的司机 能够优先试打疫苗 让我觉得这样子的 完善的配套措施 可以让我们的国民更放心出游 司机无奈呼吁政府 配套措施应该加速跟上 而不止国旅团备受热议 维解锋消息一出 网友也全炸锅 直呼又来新名词 三级延长到底是有解还是无解 也有人很酸 电影院不能吃东西 但餐厅却可以内用 这是什么神逻辑 室内吃饭OK 海边散步不行 是表示室内比较安全吗 上山下海标准不撒撒 有够矛盾 维解锋的时候 现实不同调的原因 都是担心 一旦出现了偶尔的感染爆发的时候 中央支援处置的地道会有所差别 这当然会造成百姓生活上的困扰 而且不宜规范的太细 因为这个会造成很多的民怨 7月13号为解锋 标准不易松绑乱象 现在已经让全民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欢迎新闻张家宝 黄佩涵 特别报道 请您继续锁定环宇新闻网 以及YouTube环宇新闻频道 并且记得订阅 开启小铃铛 接收更多全球新闻报道